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Little Solo Art 今天和大家介紹我最喜歡的技巧用在乾粉彩上 這一盒是我上次去日本東京買的很迷你的乾粉彩 尺寸差不多小於一個手掌 它顏色不多, 但如果有朋友喜歡出去畫蛇身風景畫 我覺得蠻適合用, 蠻方便 今天和大家介紹我最喜歡用加水的方法 用在乾粉彩上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風景畫來介紹我這個技巧 配一支水筆, 就可以開始用加水放在乾粉彩上 右手邊是沒有加水的, 只是掃平它 現在這裡就是加水, 你會見到分別很大 還有會立體感很多 畫風景畫最重要是我們有前後感 所以加水這個方法是我最喜歡的,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好, 我們現在開始畫一幅很簡單的風景畫 首先在恰當的位置填上你自己挑選的顏色 很隨意地填滿了對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又用水筆開始在上面 就是掃平去 你會見到有立體感出現的了 還有深淺的顏色都呈現出來 之後我們甚至可以再加一些深色 令到它的陰影更加立體和明顯 這個步驟是相當簡單的 現在就開始加一些比較深色的地方 目的就是想有一個更大的立體感和對比感 當然我們要注意, 如果有陰影的地方 附近也應該有一些光位 所以也希望可以編排好一點 才去下個深色顏色 開始我們加水在上面 所以層次感也是更加豐富 尤其是當我們寫新的時候 我們畫的風景畫也不是很細節 都是有一個大概的感覺就OK了 所以加一支水筆 游在這個乾粉彩上面 就可以達到有前後感的感覺 是相當方便的 當然, 令到它更加多顏色的層次感 就看回你自己的要求 所以可以等它乾之後 你自己再加另外一些顏色上去深色些 它的立體感就越來越精彩了 好, 今天很簡單就介紹了這個技巧 希望你也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你免費訂閱我這個頻道 就是Need to Solo Art 好, 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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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 好, 多謝 好, 多謝